大家好,又是我星星,職人吹水 大家好,如果擺到整桌子都是做一件事 上次做了一個蝦子口皮,很多網友都留言 這些蝦子還有什麼用途 用途就相當廣泛 煮個公仔麵,把蝦子拌一下,真的很好吃 有沒有吃過蝦子麵? 那些芫荽蔥就拿開 網友都說他們放芫荽蔥在那裡做什麼 這些是片頭裝飾 這次做的豆腐也是比較傳統的粵菜 這個傳統的粵菜也有幾款底的做法 但是用蝦子麵做上面 都是一些比較考手 晚上賣錢的菜式就會用蝦子 琵琶豆腐主要的材料也是 不用說了,因為是豆腐 還有一些鱗魚肉 最重要是浸一些好的陳皮 一隻雞蛋 這隻叫做包仔豆腐 這些包仔豆腐 我們還沒炒一炒 最好是加一點鹽來炒一炒 豆腐吸收了一點鹽水 它就會擠出一些不好的味道 就會擠出一炒 只要浸一段時間,半小時就清洗 其他就相對簡單 買一些現成的糧魚肉 什麼叫做現成糧魚肉? 打起了的 一般在魚檔、超市都可以買的 甚至乎有些魚檔 它有兩三款給你選擇的 有些是攪了出來,沒有打的 沒有味道 有些是打起了,沒有蔥 有些是有蔥 如果有些外國網友 我真的買不到牛肉 有沒有其他東西代替呢? 可以用蝦膠去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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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現成糧魚肉做的都是很簡單的 首先我們在碗裡,先滴一些麻油 接著我們這裡約200克的糧魚肉 都放進去 浸了一塊好的陳皮 我們就切一些陳皮 融下去 然後切到最幼 然後切到一粒粒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外面的手打鱗魚肉 它就不會有陳皮給你了 接著有豆腐,現在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我們就輕輕乾淨水 把它抹一抹 然後再放進去 接著一隻雞蛋 再放進去 然後拿生粉出來 這裡約多少生粉呢? 拿湯匙出來 一個湯匙 調味 胡椒粉 少許 生抽 約一個湯匙 蠔油 約一個湯匙 接著我們把所有材料混和 首先把豆腐輕輕拆爛 然後把蛋漿和粉 我們先拆在這邊 這樣才慢慢把鯪魚肉混和 我們在外面打一打這個 會打到很張的 如果在家製做的話 我就不會打到很張 我會看到一些鯪魚肉 那些豆腐也會看到一點 混和完之後 最後再加少許麻油 再加少許麻油 盡量加少許 做好底部之後 為什麼會有 琵琶豆腐這個名字呢? 還有 做好底部之後 為什麼會有 琵琶豆腐這個由來呢? 就是 我們會把這些 豆腐魚肉 用最傳統的匙羹 抖起一隻隻 弄好 然後拿去蒸 蒸出來 吸出來 就會變成一個琵琶 但是現在比較少人這樣做 我們還是直接去炸 然後把蜆上面 就可以了 又事不宜遲了 說明油炸的菜式 當然是先開火 燒一些油 我們燒到的油溫 約160度 油溫 我們就生到最慢火 怎麼會是160度呢? 如果我們用生熟貼 會聽到微微有響聲 如果不然 就放東西進去 微微有油的氣泡 就可以了 這時候 我們就拿些匙羹出來 濕一點冰油 不要濕熱油 一濕熱油 就會黏住 然後 我們就輕輕地刮刀 刮成一波 就可以了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第二個 我們用流水式炸 不用急著炸 用兩隻匙羹放進去 就會比較理想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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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蛇咬也不要動 也不要動 炸的也一樣 先炸好形 放進去 放進去 我們韓國術語 叫做阿龍燒泡 都散了 一鍋都是豆腐 當所有豆腐放進去 看到油溫 裡面太多東西 油溫不夠 現在我們就放一點火 我什麼時候都說 我們要看著油溫去控制 我們的豆腐 當這些放進去 定型 就可以翻了 再黏著 就可以動一動 這些可以的 我們先拿起它 你說我家裡不想炸 其實用一個煎的形式 都可以的 不用浪費太多油 這個也沒問題的 有時候做這個菜 家裡有老人家 有長者 我另外一半就拿來蒸 就拿去炸 就兩吃 可以 蒸就變成老少平安 吹得泥 油溫又不夠 這個階段 我現在就放進去最大火 炸的東西 看到旁邊這裡 有些泡泡的 特別是乾生粉 我們一定要先炸 不會爆的 這些就不會 有些乾生粉 那些就一定要爆 一爆起來 哇,真是精彩 怎麼可以呢 我們一定要炸熟 我們炸到它浮起來 變成金黃色 變成金黃色 變成醬 變成醬 因為炸到它熟 就會變成熟 它就會變成爆出來 就像炸來魚球 越炸越醬 它就不太好吃 剛剛熟 就可以了 這段時間 就差不多了 先撈起它 先撈起它 差不多了 就把它撈起 先撈起它 我們再輕輕提升 油溫 約180-190度 再放些豆腐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在鍋邊上 或是炸的 不要再放一下 再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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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下 我們用一個較高油溫 把其餘的油份 迫一迫出來 第二 炸到它稍微有一點點香脆 還有拿著顏色 很快 一放下去就可以了 最後就把它拔好 炸好 炸的東西 是在粵菜烹飪當中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 我們撈好所有的東西 我們才會關火 現在已經有一點脆了 我們稍微把它拔一下 然後再放一些菜去半邊 現在就做蜆 蜆子牛皮的蜆汁 都很簡單 有看我上次做蝦子牛皮的蜆汁 其實是差不多 我們這次就準備一點雞湯 放一茶匙炒香的蝦子 這些蝦子大家忘了怎麼做 就看我上次蝦子牛皮的影片 或者買一些現成的乾蝦子 都可以的 調味相當簡單 一茶匙一茶匙的紅油 在滾滾之際就準備一點生粉水 然後我們又收慢火 然後我們下蝦子的技巧 下蝦子的技巧 下蝦子的技巧 下蝦子就要慢 我們就慢慢推 我們又做一個樓利蝦 蝦汁全部放進去 再滾回來 我們就收火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稍微緊了一點 最後我們再加一點老抽 再加一點蝦子 然後我們就慢慢把蝦 再加上去 最後我們再加一點蝦子上面 這個就是主角 蝦子、琵琶、豆腐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想它仍然漂亮一點 就用一個匙匙 用一個個蒸去再炸 一般在家庭做到這個水準 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留意一件事 就是雞湯的鹹度 因為蝦子也有一定的鹹味 喜歡吃豆腐的網友 就給我點讚喔 喜歡吃琵琶 喜歡吃琵琶 那怎麼辦? 沒有琵琶的 也有 訂閱職人衰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的 麻煩你今天的頻道 繼續吹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我先吃飯 多謝收看 下部影片再跟大家吹嘴 拜拜